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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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儿一家三口儿子还小 我开车呢 我在路上开 开着呢 去没有问题 也没出任何交通事故 也没有违章 然后回来路上快到了这个军伯那儿了 我这车怎么也起不来了 就怎么着他不起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把教练刚教给我的规则 重新又演练一遍 他还是不起来 这时候就过来一警察 一看 哟 老赵 您开了那么多年车 您都不知道您的钱代别了 我听了前一句很高兴 他刚好看我开了好几年了 我说老司机啊 那批评的也很顺着 这事很顺着 钱代别了 我一看可不 钱代渣了 这时候呢 就有几个好事之人 不是冷漠之人 就帮着我把这个车 勉强弄到路边 我上头不有备胎吗 就换了一个 然后我自己就弄了 然后又一次 我太太开着车 到达了一个目的以后 回了以后 她把钥匙拿到手里 她说你开吧 我错就错在那时候 就错在那一个瞬间 我说我不开 还是你开吧 从那一句话以后 我就再也没开过车 我就历史不可以假设 如果我假设 那天就是我开回了 说不定今天 就是我开车来的 所以我跟你 虽然大方面 还不太一样 视节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我就怎么 就对开车 特别不感兴趣 特别 我就是忙我 我也是 我也是 就去当初那会 他们那挂挡的 那叫什么手动 手动 还得这么说 我疯了吗 这不是 刀动这个干嘛呀 我这岁数不开也就罢了 我建议你 还是勇敢地走上 练车场再练练 但是现在 他们都没有这个了 没有这个 你得好好练练呢 你拿一本 您都有本 都跟家带着 我有本干嘛 我这本原来 我还老去换 年轻还去换 后来我说还换什么 留作纪念吧 听说您当初